Example 4 这个0到8 那么 对x的三次方根 下去积分 那我们一看呢 这个0你如果把它带进去的话 分母为0这个函数没有意义 所以它在这个0这边呢 它是 discontinuous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 要使用广义积分 先把0给取代 我们就用一个s来取代这个0 我们用从s呢积分到8 那针对这个 x的三次方根 分之1下去做积分 然后呢再让s呢 趋向于0 那因为呢这个0到8 那我们中间取一个s 所以s呢是从0的右方向0接近的 所以这边呢是要求 它的右极限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呢 把这个s推到于 0plus 那我们针对这个 从s积分到8 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不会很困难 这个三次方根就是三分之一次方 那我们就把它看成是负三分之一次方 好看成负三分之一次方 然后呢我们就上压下去 把它积分 那这个负三分之一次方积分以后呢 变成正的三分之二次 好积分都加一次 负三分之一加一变成三分之二了 好那这个从s呢到8 好那那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再细数再调整一下 这个这边呢凡分四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分子分母啊 你给它同成三 那同成三以后啊这个就消掉了 这个三跟这个三消掉 那因此呢它就转成二分之三 s的三分之二次方 好三分之二次方 那这个是s呢积分到8 s积分到8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限呢给它带入 减下限 上限8带下去啊 这个二分之三 乘以8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三分之二次方 三分之二次方 减掉呢下限 带下去就是二分之三 乘以这个s的三分之二次方 乘以s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所以呢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这个 当s去向于零plus的时候 这边是二分之三 乘以呢 这个8的三分之二次方 我们把它做在这里啊 这个8的三分之二次方 它就是呢 2的三次方 再三分之二次方 好也就是说呢 我们先把这个8 给它处理成这个2的三次方 好8就是2的三次方 你再给它三分之二次方 那这时候三乘三分之二 就变二平方 所以这就是等于4 好这就等于4 那因此呢 这个地方就是4 然后我们减掉呢 2分之三 乘以呢 这个s的三分之二次方 好那接下来呢 当s呢 趋向于零的时候 这个s是零 那前面这个 2跟4呢 约分 2 所以它这一体 最后答案就变成 6减零 那6减零呢 就是6 所以呢 这是一个converged的一分 converged in property integral 那么它 收敛到哪里呢 收敛到这个6 converged to c